回到新闻现场带您关心 为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交通部预告修法 首次订出外送基本运驾公式 订单运费将以京北运驾和运送距离计价 另外有四种情况可以加收费用 包含等待费 楼层费 夜间加成 以及春节运费等等 预计11月完成修法 各县市可应地制仪订定运驾之后 提报主管机关审议 肚子饿了动动手指外送餐点上门 不过未来遇到四种情况 外送费恐怕要变贵了 交通部预告修法 首次订出外送基本运驾公式 每笔订单的运费 要依照每车公里的基本运驾 按运送距离来计算 除了启程费及续程费之外 未来将严拟可加收 等待商家完成餐点 以及等待消费者取餐的等待费 另外若是餐点需要送到指定的楼层 也可加收楼层费 若是在深夜11点到隔天清晨6点送餐 也可加收夜间加乘费 还有在除夕前两天 到年假结束期间送餐 也能加收春节运费 外送的平台的单价本来就已经比较高了 会有点负担 主要还是要看是加多少 当然对我们会比较好 有时候要爬很高的楼层 订单费比较高 那我们也会比较愿意送 毕竟一般的汽车客户运 都有订定明确的运驾计算公式 但目前外送的运费如何计算 都有平台业者自行决定 为了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全国外送产业工会 也多次向交通部陈旗 呼吁将外送运驾规范纳入法规 有些平台他是说 他们有在AI系统里面 列入运送时间 可是他没有很明确的说 这是等待费 楼层费他们就不愿意面对 你们自己选 对此外送平台副潘大表示 仍在了解条文内容不便回应 Uber也写说 还需要研究草案内容 根据了解交通部修法 有14天的预告期 如果顺利最快在11月底 就会修正发布 届时各县市工会可因地质疑 研议运驾之后 提报给地方政府 跟主管机关进行审查 至于是否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有待后续观察 这里是临心台北采访报道